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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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郁的气味 驾着傍晚的风 灌满半个城市 没错 气味最能把人的食欲勾出来 老远文件就能浮现那种味道的颜色 温度 口感 甚至咬下一口的满足感 但有一种街头料理 气味却是它的致命伤 这就是臭豆腐 浙江省绍兴兴市平水镇向东五十千米的乡间小路上 中文江披着陈光去豆腐厂上班 说是豆腐厂 其实更像一个手工作坊 厂长中文江永远是最早上班的员工 第一件事就是查看豆子 不管做臭豆腐 做其他豆腐 泡豆子是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 这是我爸常给我的一个技术 我先要看一下这豆子呢 有没有泡到位 看黄豆拨出来以后 它里面这个凹有多深 黄豆过深了 没有泡到七八分的 它的产量就会降低 时代早非昔比 传统的豆腐制作工艺逐渐被更高级的机器取代 一边是效率产生的高回报 一边是手工才有的匠心 两者都想要 问题就会多 平时少言寡语的中文江 在细节上要求很严谨 这道豆腐怎么搞成这样了 都是水了 这么多时间坐下去 还会做成这样了 这一钢豆腐 我出家里至少能够500块钱 你这样给我一搞的 我估计300块钱也拿不到了 我给你电脑 你好好地看好 以后一定得去就要注意 斤斤计较来自曾经的生活经历 也源自匠人对食材的爱惜 在他眼里 每一粒黄豆都来之不易 点豆腐 讲究手眼并用 心脑合一 通常本是再高的豆腐酱 在这里也不敢掉以轻心 你一旦看清这个豆腐慢慢已经上来的时候 你这个锁子不能够猛力去动它了 你要猛力去动它 这个豆腐又会变老了 点老点好了以后 这上面不应该有水的 整个就是一缸的 都是 从小贩到厂长 每一步都不易 我做豆腐就是我爸爸一手叫下来 之前我们做豆腐比较辛苦的 老乘杆 老墨盘 中文江一直没有忘记最早起步的地方 父辈勤俭节约的传统 如今尝了它的经营之道 豆腐厂里有一处角落 旁人无法进入 每到夜深人静 它都会打开这两道门 去看望老朋友 老卢跟新卢的不同的颜色就有一个区别 老卢颜色比较深 黑的多 绿的少 那么新卢颜色是淡淡的 绿绿的 烟臭豆腐的卢 中文江市若珍宝 其实臭豆腐你口感好 比较沉 比较香的 老卢在其道里面的关键作用 一桶老卢 一桶新卢 调和的比例是中文江的独门秘籍 手起刀落 豆腐成块 倒入乳水 轻轻搅拌 有人说 淹出来的卢水是老绍兴人的命 异常食物的转化在夜幕中悄然开始 只需一夜就能完成 与热油结合 老绍兴臭豆腐就要登场 讲究在哪里呢 你油温固低也不行 豆腐放下去都粘在一起了 捞不起来 油温固高 它一下去 外面一张皮马上就进入 我们只要测得就是一句话要外面说里面 闻着臭 吃着香 150摄氏度油温 八分钟热力翻滚 随着滋滋声响 臭豆腐渐渐转成金黄色 一臭一香的气息弥漫开来 这个豆腐等一旦浮起来以后 你多去翻滚一下 多翻滚呢 它能够减少 擦油锅里面所炸的时间 这个皮有点脆了 硬邦邦有点脆了 好 就可以捞起来 老手艺 老味道 熟悉的臭豆腐热气腾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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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给你们吃臭豆腐来 给你们尝尝 吃臭豆腐来 臭豆腐不是我们昨天在搞的吗 你看看这个豆腐呢 松一点 这个松一点豆腐呢 比较好的 一块臭豆腐 一碗白米饭 有时 一餐就这么简单 这种臭夹杂着少许的霉 让张爱玲文健也会奔下六楼跟踪前往 也是鲁迅书中挥不去的香愁 绍兴的臭豆腐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 勤俭 稀物与家传 七百多千米外的湖南长沙 却是另外一种风景 坡子街 火宫殿 够热呢 也够臭 传说 这里是油炸臭豆腐的发源地 对于时刻而言 两条不长的街道就是长沙美食的大本营 传统生坯卤制 微生物催化的豆腐 散发着浓浓的发酵气味 这是闻着臭的原因 而要想吃着香 就需要另一道工序 炸 简单的招式其中往往暗藏乾坤 菜籽油不能练吸 一锅往往需要半桶 如果想在这里省成本使用老油 那么发苦的味道一定无法逃脱 不过十克挑剔的味美 要想省点油 根本无法立足 老刀的摊主只需伸出手掌 隔空就能洞悉一切 油温一到 臭豆腐生坯瞬间入锅 表皮水气蒸发 急剧的炸裂声响 一般人会不自觉地退后 但攀煮不退反进 油炸的关键就是瞬间的火候 炸的时候要控制油温 它油温不能底练不到 也不能高于耳末耳式的 最后是每家臭豆腐店独有的蘸水 汤汁包裹住臭豆腐 鲜辣脆爽的同时 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豆香 一口咬下 外皮被炸得酥脆 里然保持鲜嫩 作为最普遍的街头美食 油炸臭豆腐总让人欲罢不能 哇 真的可以 而且看里面那个汁儿 特别入味 一份臭豆腐只是见面里 热辣的长沙必须把宵夜也安排得明明白白 下午5点 每天的街头狂欢按时开启 没人组织吃货们自发而来 元气满满的小龙虾一大早直接从养殖场送过来 下午呢我们这里的客人有那个喜欢吃的 那一个人干个就是十来斤都没问题的 如果要把夏夜与一种食物关联 那一定是小龙虾 这种比较大的钳子又大 比我的手还长这么多 在湘江边 在南门口 在四方坪 在那些无名街巷的夜宵摊上 人们围坐一起 都只为那红通通的口味虾而来 有人说 长沙的口味虾 其实就是火遍全国的麻辣小龙虾的鼻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口味虾就在长沙出现了 真假不从考证 但只有真正好吃的 在这里才会被冠上口味二字 新鲜的小龙虾清洗之后 去掉头 去虾线 只留下可以食用的部分 备好的小龙虾整装待发 等待与他们的拥躬见面 天一擦黑 食客们闻味而动 起锅烧油 演出开始 街头美食 油炸绝对是不错的选择 高温可以去除腥味的同时 又能迅速锁住虾肉的鲜嫩 长沙人嘴雕 该有的调味料一样都不能少 尤其是辣椒就要准备几样 辣椒粉打底味 干椒段起煮味 新鲜的红绿辣椒段 飘香起色 各丝其直 最特殊的是这些树叶状的调味料 当地人叫它紫苏 这是决定长沙口味虾与众不同的关键 老师傅制作口味虾 还要加入独家秘制的香粉 这是他们根据多年经验 与食客达成的味蕾契约 口味虾讲究的就是 虾肉入味 每一只虾都要与汤汁完全融合 在小火熬制的过程中 将味道一点点吸入细腻的虾肉纤维中 来 你好 你们点的口味下来了 不急着吃 先吸损一下虾尾前端 那是最吸汤汁的部位 包虾是个技术活 为此 长沙人开发出了一套包虾秘籍 第一是分筋 这招表面看不出来 但小龙虾已受内伤 虾肉和虾壳分离 第二是错骨 捏住虾尾借力向两侧一掰 利用寸进 虾肉完整地跳了出来 深谙这套秘籍的长沙人 要的是吸一口汤 辣嘴 烦的是一只包虾 扎手 与小龙虾修炼这套街头功夫 往往会走火入魔 必须吃到最后一只虾 最后一个虾前才能停手 来来来 你想了解口味的什么 不用了解 你是随便说的 口味虾 口味虾是吗 喝了九千块吃吧 吃虫的感觉 吃口味虾 一起来尝尝 有人曾说 长沙人一晚上吃剩的虾壳 可以堆出一座月露山 这种街头美食始于夜宵摊 也只有在夜宵摊上 食客们才不会坚持 放手一搏 吃得满手满嘴红油 才不负种下时光 不负美味龙虾 在夜宵摊上 我会再见 看他见到 葱桃 在夜宵摊上 老人 在夜宵摊上 每晚都没人 不许摊上 老人 今天的中国 高楼大厦已经模糊了城市的标签 但迥异的饮食特色依旧鲜明 距离绍兴二十千米外的安昌古镇 如今游客要比本地人多 但这里依旧藏着老绍兴人的童年 一份专属的甜蜜记忆 每天下午三点 狭窄的回廊准时堵塞 人们在等待一种又好吃又好看的美食 这种美食就是扯白糖 在绍兴人看来 扯白糖的好坏在于内部的孔洞 一次次折叠拉扯 造就了入口极化的酥脆 但生意再好 一天也只能扯一次 对于快九十岁的陈锦水来说 这门手艺太耗体力了 扯了一辈子白糖 谁能接下一波 成了老人的一块心病 这门手艺看着热闹 但若当成毕生的事业 谁又愿意付出呢 另一边 陈锦水的外孙赵旭 同样在这座城市里打拼 朝九晚五 日日奔波 他时常会想起古镇里的狼柱 以及狼柱下熟悉的童年 那里的人 每一秒都在老去 如何才能将这一切留住 一边是古老 一边是当下 抉择落在了这个年轻人身上 清晨的古镇保持了短暂的宁静 赵旭最终还是离开城市 回到了童年日日相伴的老铺 回到了熟悉的家 这次选择足以改变人生 但他选择了担当 老一辈子都老了 那父辈的 毕竟每一年年纪都在长上去 除了我们 就没有其他人会传承 做这个东西也可以生成下去 可以生成又可以传承 和乐而故 趁着游客不多 赵旭要赶在中午之前备好一切 扯白糖的原料极为简单 只有白糖和水 8.5千克足够一天使用 五勺清水 蒙火煮沸 倒入白糖 小火慢熬 勺子需要不停搅动 防止没有溶解的白糖 糊住锅底 稍有闪失 甜蜜瞬间变成苦涩 盖上锅盖 小火 等待水分慢慢蒸发 挂好外公的大旗 老街上最甜蜜的店铺 进入新纪元 大旗的主人 大旗的主人早已掐好了糖浆熬煮的时间 吃过午饭 外公沉紧水才慢悠悠前来 熬糖很重要 火候不到糖会粘牙 火候太大就会焦糊 十三岁开始学习扯白糖 七十多年流糖岁月 糖浆的流动逃不过她的眼睛 糖浆凝固呈现琥珀色 烧用力便烈落地折断 热锅放入冷水中温度急剧下降 这里放入冷水中温度 它不可去皮 它做起来 差不多完冰的河间 就是这个鸡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锦水努力地传授着经验 简单的步骤好学 但是扯白糖中藏着巧劲 这是数十年来的经验 传逸急不来 不断折叠 减缓降温速度 糖体在拉伸过程中会冲入少量气体 随后发出银白色的光泽 鲜亮如绸缎 温度继续下降 糖浆已经拉扯成型 原本绵软的糖 此刻十分坚硬 剪糖 考验耐心 也考验人的力量 你剪多了之后 手上不断地起水泡 不断地消掉之后 它就会成老茧 这个地方比较硬 煮糖 揉糖 扯糖 减糖 曾经 这是一代代绍兴人的甜蜜记忆 但如今的甜早已不是扯白糖的专属 更多口味的糖带来更多口感的甜 没落或许无法阻挡 但只要手艺在 一口扯白糖 就能让老人回忆起童年的甜蜜 守护这份甜蜜并不容易 古老的手艺面临失传 总有人要挑起这副担子 在赵旭年轻的心里 也有个小愿望 希望有一天 在这条古街上 能挂上一面属于自己的大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是江南 上海的小吃街比起古镇 像换了一副面孔 这里曾是率先接受西方风潮的城市 即便是简单的街头小吃 也要冠以海派二字 清晨天还没有亮 厨师就要开始给一块猪排做按摩 上好的猪大排用小锤不断敲打 鸡肉纤维慢慢松散开来 护士炸猪排讲究的就是一个薄字 处理后的猪排 足有原来两倍大小才算完工 光是前期准备就颇费功夫 拍松后的猪排要过三关 腌渍 浸淡 浸淡液 此时松软的猪排明显更容易挂浆 这番操作需要重复三次 保证面浆足够厚实 最后再裹上长颗粒的面包糠 这一步明显是稀释的做法 据说上海的炸猪排 最早源自维也纳炸牛排 后从维也纳传入德国 上海开步后 又从德国传入中国 因为牛肉价贵才有了猪肉的版本 五层热的油温 油面有细微的晃动 中国厨房很少有温度计 全凭经验和眼力 但准确来讲 此时油温大约有150摄氏度 高温作用下 蛋液和面粉向内收缩 而肉里的调味品却在向外扩散 将每一个细微的分子均匀地嵌入大排中 这层厚厚的皮壳既防止了肉脱水 又牢牢地锁住了味道 油炸的程度依旧需要靠一双慧眼 最外层的面包糠微微变黄 即刻捞出 别急 还不是吃的时候 开大火 油温七成热 油面冒出几丝青烟 刚刚的中火是为了将猪排内外炸熟 而此时的大火才是表皮酥脆的关键 好听吗 好听是好吃的前提 油炸后的猪排不仅不柴 反而柔嫩多汁 别急 老上海必须有海派的优雅 吃猪排时必须配辣酱油 这一步是本土的改良 改良自德国的烹饪 英国的蘸料 两个精华汇聚到一块猪排上 直到嘴里的嘎吱声 猪排让酱油久等 喂的是相逢一刻的缠绵 每一次轻轻咀嚼 都是油之间的再次碰撞 激发出双倍的甜香 上海人对于炸猪排的爱是如此之深 以至于日后 哪怕吃遍山珍海味 但心目中最眷恋的味道 永远是街头里弄的炸猪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次降临 烟火照常升起 一些撑不上厨房的摊位上 又开始了忙碌 街头究竟藏匿着什么样的秘密 是食材 佐料 调料的配比 是对时间的精妙运用 是厨师们千变万化的烹制手法 或许都是 又或许都不是 在这边的烹饭上的摊位上 是厨师们的摊位上 是厨师们的摊位上 是厨师们的摊位上